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定谋的事 我们其实有时候做的事 是特别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们是逆情绪的 因为有时候科普是逆情绪的 讲清楚和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哪个你觉得更重要的 因为人们对于知道这个事的渠道太多了 但是能把这个事讲清楚的渠道太少了 各位社员朋友们大家好 前一段时间 我们有跟央视农业频道的郭站长 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 录制的过程里 我们意外的发现 我们拍摄所在的农村 真的是神奇的过头了 你好 麻问一下 你们是村民吗 我们是做实验的 研究师 研究师 请问你们是当地村民吗 不是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师 师傅 请问你是村民吗 你好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 我是研究师 你好 请问你是 博士生 我是博士生的导师 没错啊 云南大理古生村 总共有村民700户 却有研究生 博士生和导师300多名 被称作全国高校人才最密集的农村 全国绝对是没有问题 全球的话我也不敢保证 了解才知道 共有包括中国农业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 南京大学等5所大学 在古生村这个地方 开设了9个科技小院 学生和老师们每年有300多天 住在农村的小院进行田建科研工作 我们也属于一个真正的20多岁的年轻人 可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 却少有人知 然后我的课题是有机顾费资源化 极其潜力的一个评估 最必要的工作呢 还是收垃圾 学生们的心情努力 不要说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就连当地的农民都不太了解 甚至还有一些误解 学生们迫切想让大家了解他们的工作 但他们又都是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人 其实刚才我给你讲的那些东西 其实肯定没有这样子 这不巧了吗 想到书上不上是主持人 郭站长也是主持人 而且上一期麦克风节目 带他点赞过了40万 那我们就再次发出挑战 开启我们道乐社和央视农业的麦克风 第二期吧 可是该从谁讲起 又该如何串联起学生们呢 我们找到一位田间学生里的带头大哥 我尽量 这个我今天让我玩综艺真的很难 说实话 但是一本正经的还好一点 一本正经的还好一点 给你个道具 然后带一下 我带一下 本次任务的目的 就是跟随老大的命令 他让主持人们采访谁 就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清楚 他的工作 那么本期麦克风 会跟这些田间高材生们 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敬请期待 大家好 这里是道乐社和央农的麦克风 麦克风这个风风到哪儿的呢 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我们现在是在大理的古生村 一般游客来到大理都是在苍山虾 海边打个卡拍个招 但是很少有人会来到这个村 但是我们在这有的说 这个是一个全中国学历最高的村子 全村大概有900多人 有300人左右吧 就是研究生加博士加老师 所以你平时在路上擦肩而过的 有可能就是一个博士 今天呢 道乐社和央视农业的麦克风呢 有一个特别的任务 好 那么下面有请任务的发起人 有NPC吧 哇 好眼熟啊 那么请这位大哥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 大家好 我是英飞宇 你再来一遍 我叫英飞宇 我来自中国乐乐大学 我的专业是中音阳系 现在是博士二年级再度 哎呀 这是我当时是 应该是七八月份的时候拍的 然后这个就是到第二年的三月份 今天你们三位呢 就跟着我 那大家去认识认识 这个村子还有我的同学 经常有村民说我们在地底造原子弹 在盗墓 这太不贴切了 这都能播吧 你们得详细的具体的介绍一下 他们在干嘛 今天你得听我的安排 行行行 你当着墨镜我们就是小弟了是吧 你们三个大家好 好 大家好 我是英飞宇 来 来 然后 哎呀 哟哟哟哟 这个应该是咱前两天录节目里边没见过的人 不认识 没见过 同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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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同学 没事 不用站起来 我们可以坐下 我都是小弟 那个是这样的 我们是菲宇大哥叫我们过来 说让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 我们是这么一个来路 先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称呼 我是云南农业大学的水利学院的卢麒麟 我叫卢麒麟 卢麒麟 对 你呢 我叫张其强 我是土木水利 我是农业水土 农业水土 你们是一个学院的 但是不同的专业 把帽子稍微往上一点 我想看上你的脸 不是来这边 头发好多 太阳太晒了 人就搞得黑了很多 黑了很多 你是哪里人 我是贵州韩县人 你呢 我是河北的 一 两个河北小孩 涵丹的 我衡水的 知道了 你是知道我是衡水的 还是知道衡水的一个地方 知道衡水一中 我也是衡水一中的 我哪不是 这玩意怎么都这么小的 你们的专业是在土地里在做什么 OK 就好好给你们唠一下 他要好好给我唠一下 来了 带上这个 带上这个 这个有加强 没事 不带我也拿着它 我很有自信的 我相当有自信 那麦克风交到你 楼脸自己拿着 OK OK 我们的这些工作 基于水的一体化的节水灌杆 这个就是那个机灌杆 哦 这边农户的话 他们就是平常 要么是勾罐 不勾里的水 像这个这样农户的话 他们就是喷罐 拿那种大喷头 叹叹叹的 到处喷的那种 这个是有机头 当水压力过来的时候 那个水不肯定有冒水 结肥在50% 这么厉害 结肥也结肥的 像我同学的话 他就做水肥偶和嘛 然后就有其他人 让张景阳和大家一起说 好 下面是张景阳 你说我反正你怎么听到 你怎么这么高兴 你在他说啥 你是什么专业名字 我是土木水利吗 土木水利 我这边主要做的是呢 是水跟肥 就是交叉的 水肥 山的水肥偶和 然后就是探究 不同的水 不同的肥 在那种情况下 哪块土地 哪块土豆 长得最好 所以说你们俩的 研究的方向是有交叉的 是吧 对 交叉点是什么 水嘛 水不交叉点是什么 我这里是肥 多了一个肥 就是这种 不同的地方是这边是土 你这边是肥 但是我这边也是要有土的 快了快了 水肥 肥或者水土的 一个合适的比例下 这个东西 这个植物 它能长得更好 收获的产量也更高一点 是吧 对 并且减少污染 总之来就是 绿色高产 还有个瓷胶什么 瓷胶 现场瓷胶 这个是施肥罐 肥直接放在这个水里 对 这里把肥放进去 对 放进去 然后肥就才在从里边 融合了之后 再从这里进去出血 对 这个低头也不简单 节水的关键 它就在这个眼上 你想想 从这儿出水 就是到那头 这个眼 跟最头的那个眼 对 可能都出了一样的 所以这种有些低头 它是压力补偿式的 它就可以使前后 它的压力是一样的 出水是均匀的 我要问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这儿不是戈壁滩 嗯 在云南尔海旁边 有什么必要节水呢 好 这个问题 好 这个问题很关键 我没有问了一个好问题 云南水的嘛 它是有明显的参济和雨季 你看像这几天 它雨量就很少很少 山脚下一用水 上面水堵起来 那么他们这些做沟灌的 很有可能就灌不上水 就是水是从苍山来的 一路流过来的 一路流过来的 嗯 所以这个水资源是 其实是很宝贵的 就算流到尔海里面 那么你想用 那你要把水通过那些渡槽啊 把它提到那个上面 那么这个过程中 有很大的能源消耗 嗯 所以你在过程中 就给它节水 那这样就一举 一举很多得了嘛 像上一举我们种的沃水嘛 也是这一块地 产量的话我看 比常规的话应该要 应该10%到20% 取两颗粒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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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切出来那个总数 这是传统他们勾罐做法的 但从它的数量 还有它这个茂密的程度 就比较很明显的 像这种的话 一般他们农民是 一次把肥肥吃进去 所以它这个营养吸收的话 可能就缓慢一些 古生村靠近尔海 总耕地面积一千两百多亩 大量能户 可能只有一到两亩的耕地 再加上历史原因 和环境治理等需求 耕作环境并不总是乐观 我们有技术 但是怎么样老百姓 我的乡亲们 采纳我这个 能学会 他们对这个是陌生的 对 这也是我就觉得 我们小岳同学在这边的意义 老乡们现在对你的这个技术 它现在是什么态度 像上一季我们种的莴笋了嘛 我们那个净处有这么处 这么处的 嗯 这么处 那个那天晚上嘛 我们收货完了 然后我在三轮车里面 也翻了几块 干累了 也干到十多点 然后去吃烧烤的时候 那个烧烤店的老板娘出来嘛 小伯子你们这个种的可以的嘛 然后他就加了我一个微信的 嗯 对 看看我们是怎么个种法 哦 想学习一下 哦 那时候高兴吧 高兴的嘛 毕竟辛辛苦苦遭遇 四个多月的那个窝损了嘛 还能获得当地村民的认可 我感觉是 哎呦怎么说很高兴的 我真的高兴 现在这表情都是高兴的 真的高兴 我觉得土豆种的不错 我加你了 哈哈哈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哈哈哈哈 还有一句话想 想和 和你们说了吧 你说 说说说说 就是 真的很感谢你们来 来到这里 也很感谢你们来 记录 我们喝鸡小鸢 还有我们这些学生 在田里面 在村里面的故事 真的很感谢 虽然说这里是一个旅游圣地嘛 但是 可能我们在地里啊 没人注意得到 他们并不了解 这个里面的一切情调了嘛 所以还是觉得 你们来了真的很感谢 是因为你们值得被记录 我现在是怕我们说不好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 一定要值得 很值得 你们做的工作非常有价值 那么老规矩 把麦克风交给他们 他们会有什么想说的呢 我也是跟我妈妈说吧 我在外面的话 总是不放心 结果就想说 在这里很好 无论是忙的时候 还是闲的时候 都会很好的 啊 谢谢 谢谢 其实我想 想到的人很多 但是 还是最想说的 还是 还是我爷爷吧 啊 啊 就是 啊 就是 啊 等一下 现在我也很努力上进 我也不负你的期望 也考上研究生 和维维继续努力下去的 就这样 谢谢 真的很谢谢你们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下一个任务 我们去一个比较有味道的地方 嗯 采访谁 采访 你们过去自己认识 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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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社的小伙伴们 哈哈哈 哈喽 宝宝们 哈喽 大爷社的小伙伴们 哈哈哈 自来熟啊 这两位 其实我们俩 已经体验过了 就是因为咱们是分组的嘛 然后那天是你们俩 俩和两个师弟一组 对 他称呼我们叫 古生四肺 古生四肺 哦 就是四个个是吧 太难听了 四个臭宝 所以飞宇刚才那么牛 是你们自己认识 我们早认识 早认识 太熟了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两位同学 哈喽 大家好 我叫 臭宝 当然你们也可以叫我韩硕 我是中国农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现在驻扎在我们这个 古龙村科技小院 我的课题是 比较直白一些嘛 其实就是收垃圾 基本就是收垃圾 不值白的 不值白的 说你的专业名称 或者说 有机固费 资源化 极其潜力的一个评估 还是收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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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请二位臭宝们 介绍一下自己吧 至于为什么要收垃圾呢 我们呢 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 五双村啊 这个村民产生的生活垃圾 都有哪些种类 它不同的种类呢 都有什么比例 方便我们为后面进行 资源化做一个数据支撑 我们经过一年的监测 就发现我们这个生活垃圾里边 这个出于垃圾占比很高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出于垃圾 为周拉手 进行一个资源化的一个过程 而我们收集到这个出于垃圾 呢 便交给了我身旁的这位 同伴手头 我在古人村主要是负责 咱们这个古人村 出于垃圾分类 及出于垃圾堆肥的 试炼的一场润感的工作 我主要是把出于垃圾 就意把它进行资源化 可以通过堆肥的方式 把它做到变成有机肥 同分 我们在这种效益 有机粉 我们在这种效益 和机粉做更加 通过和对照主来对照 以下分辨到底能够如何去形象 发酵的过程 最终对肥质还是肥酵 有哪些影响 这就是我特别的方法 大家可能观察到了 这块地方其实苍蝇比较多 是的 然后这是最后最后那一步 哦 你们感觉到真的吗 热吧 其实就是那种 哦 废 哈哈 到我注意到 到废的那个程度 真的前套了 肥肥肥肥 改良波长啊 在所有地 这种各种蔬菜啊 都是比较好的 杰料 就所以说你们这一对搭子 你们互相是互谱的吗 还是说 嗯 可以是的 我的前端就是收垃圾嘛 它的后端就是堆肥嘛 其实我们两个是联系起来的 就是供应链 对 所以 哎就是现在没有其他十个世界在 你们说实话 你们觉不觉得自己是古人 跟所有小二学生们最苦的 嗯 最苦的我们不敢说吧 可以回必 可以回必 但是 这个 有一说一 我觉得我们俩一定是村里最帅 啊 这谁关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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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拉勒谱说 我们俩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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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瞎说吧 好骗 照你瞎说吧 我们俩有个一致标准 在收垃圾的时候 一定要比平时打扮得更帅 哦 真的吗 对 所以支持 对 今天我们俩特地打扮了一下 为什么要打扮得更帅 我牵引着我们中老年妇女的心 让她们配合我们收垃圾 因为我们收垃圾其实最必要的就是能得到农户的配合 这样才方便我们的客气进行 她跟收垃圾有关系吗 比方说我们这个关系不好 我们说您把垃圾留出来留给我们吧 她可能就说哎呀我不相信你们嘛 我就把垃圾扔了 这有差不差 你帮她收垃圾 这是一个帮助的事情 可能要帮她家的信息是吧 你是以收垃圾的名义 来了解他们家是什么状况 对 因为确实我们两个也不像收垃圾的年纪的 阿叔同 当时是有一个阿叔 他就不要 他在把我们赶走了 他就是不限制我们 在家吗大爷 好 哎大爷 你好 好 大爷大爷 我们能进去一下吗 我们就是想收一下我们家这个垃圾 生活垃圾办法在哪边 我们去把它收了 收火垃圾 啥是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拿走的我有什么好处啊 不是我自己扔垃圾 我们家我说话不算数 等大娘回来再说 这小伙我见过 平常看着挺爱笑的 见我咋不笑了 是我动手还是你自己走 大爷 差不多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垃圾才成功收集起来 就是慢慢的打招呼嘛 嘴放甜一点 就你在来这个村之前 你想过你的研究生 是天天在收垃圾吗 我总觉得我会在学校里 晚上通宵白天玩 平时去实验室 这种的时间就可以了 结果现在是 白天拉粉堆肥 晚上收垃圾 你们收了多久垃圾啊 我现在薪了一年 一年多了 监测的话 其实我们选了 大概就收过货 我们就是在垃圾堆里生活 我们这一圈都是垃圾 分完之后 什么话这是 那么把麦克风交给臭宝们 他们会说什么呢 非常感谢我的女朋友 我们是大伙的臭宝 但她是我的臭宝 我其实也想说句话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这是个栏目 像我的对象 你表达一下 然后我叫我对象 一般叫天宝 不爱你 说好了一起叫臭宝 你喊她的天宝 你这让我怎么办 我叫她说 我叫她说 好 好各位观众朋友 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两位师弟 韩硕 是钱 接下来这是我师妹 师妹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吴馨宇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 也是今年的一名研究生新生 然后非常非常荣幸 能在这里认识我的各位师兄们 能和他们在一起工作 是我的荣幸 实际上 八字背骨的 我背的没错吧师兄 很好 对对对 转账记得转一下 还有了吗 没有了 我要戴墨镜了 好 接下来我就让我的几位朋友来认识一下你 来来来 你们三位同学 下一个愿意 你们三位要介绍他的工作 好 师兄 几天不见你这地位不一般 平时能弄脱手 平时我们都小雨去把垃圾收了 有事师兄没事 小雨 我在这边的课题主要是做大气沉降相关的工作 小院这边也是有水质保护的一些工程 那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平时的工作地点 走 看点小吴的工位 这是啥 这是我们一会你就知道 好 这里就是我的工位 我的工位 为什么这里是小吴的工位呢 非语使用他们做的种植 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前端过程 而我们这个环境治理 我们就是要看着他们 不能让他们种植的过程中污染了我们的环境 大家看到的这个沟渠 其实距离我们的尔海只有大概250米的一个距离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保护尔海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我看到这儿我是有触目惊心的感觉 我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在尔海里我是什么心情 我估计就是有点崩溃 所以我们今天要清理这里的垃圾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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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吸气 好多加紧 大家注意这种工作 其实要戴好手套了 我们今天没有备好 对对对对 对不起大家 除了检测水和空气质量的科研工作 学员也要求学生们参与当地的环境保护 收集河流垃圾就成了小吴他们的日常工作 因为我想面园治理 无非就是采采水药化验一下 相比我那些收垃圾的师兄听起来就会高级很多 买他吗 我敢 哎呦 常买他了 然后当时觉得哎呀 那既然都到这儿了 那就收一收吧 做了一次两次之后就还好 但是在第三次的时候捞起了水质一家人 清婚 你还教你什么 哎 这个故事也是另一段悲伤的故事 师兄们当时 他们当时惊慌了三秒钟 立马掏出手机记录下来这一刻 我们现在在尔海边 然后接下来要去我们大气沉降的观测点 这个一整套呢 就是我的课题 也就是我的毕业论文 它的能不能正常运行 就意味着我能不能正常运行了 这个机器呢 主要我们监测沉降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链 这个里面装了膜 它可以吸附到大气中的这些物质 这个大的叫降水降尘 我们把它理解为湿尘降 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 哎呀 这个装备还不错 然后这个下的雨之后 就会顺着这个管子 给它收集到这个瓶子里面 雨水拿回去检测 或者过来口管来对空气中的气下 所以我们就是整体的 对尔海流域的大气的沉降情况 有了一整套的数据 我们知道肥料吃进去了之后 它会挥发嘛 就像水蒸汽一样 挥发到空气当中 那随着降雨啊 或者平时沉降 它还是会下来的 对 下来之后 那可能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尔海当中 那水里面的淡淋含量又高起来了 又闭环了 又闭环了 你们的有机肥的努力 然后你的这个监测啊 还有第一辆麒麟和奇桥 他们俩做那个水肥比例的关系 其实感觉到现在第三个专业这出现了 这个感觉都是在想让整个环境 变成一个好的循环 是的 小五代我们看的只是一个检测点 实际上围绕着整个尔海 总共有45个检测点 需要检测的样品有400到500个之间 全部换样一次需要三天的时间 去环湖会选择周四 大家可以猜一猜 就为什么每次就会猜一猜 猜一猜嘛 就是为什么周四嘛 猜一猜嘛 因为周四 他工作日 通行是去世 这得意 哦 哦 原来 最惦记的是哪一口 最惦记的可能有 汉堡炸鸡甜品火锅烤肉汁 哈哈哈哈 那么这 就一句话吗 亲爱的妈妈 在家少吃一点麻辣烫炸炸火锅 这些东西 对身体不好 快看妈 这点多漂亮呀 看是吧 快点来哈 快点来 就是让他可以不用那么担心我 温泉起来了 哈哈哈哈 不吓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前三个站点 从田间 然后到有机肥 然后到大气污染 其实我们是一个壁环的 虽然说它是灭源污染 我们是种植 其实都是一个team 我们都是一个地球 对确实会突然联想到地球 格局打开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壁环 不可能再塞进去其他的版本 其实按道理是这样 但是你说龙田 刚才我们看那个麒麟 它只有一个点 一个点太小了 但是我们要设计的是整个区域 我们怎么从一个点传承到一个区域 待会我们就第四个时间 哇 中国农业大学播音主持专业 好 接下来我们到下个点 走 好 对不起 好好好 小农业又来到我们第四个点 我们现在有工学的调研 如果他们现在正在调研的话 我们先看一看 他们是怎么调研 是不能打扰的 对 先不要打扰 那我们先不坑一坑 红衣服的一看就是同学们 他问他问 正在田间的两位同学 他们的工作是 跟踪农户的生产行为 为后续指导他们的科学种植 提高技术水平 提供依据 例如 村民们实际施肥量 用水量是多少 收入的这些情况 包括他们种下来这一期 做往对环境产生出的突然 就实施成证图 甚至他会被我们收入到人家 这么多的钱 其实我感觉要算数 所以我们现在会问 那您通过这个种植这一块 能做到收入了吧 现场的方向实在是太大了 连收生都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来交叉剪辑一下吧 这个就是我的师妹 她现在正在做这个调研 你咋这么不正式呢 请教我暖暖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调研的内容 就是问一下他们前期的真正情况 郭总贤的一些准备工作 因为我们是做资源环境代价的 你不仅要整合他的一些 同意的资源利用情况 他要说也问一下他的成本 他都是做一种通和干燃的 然后我们走这个娘娘的时候 你看他一直在猫树里的活 非常会体验是必要的 因为浓口不能提 但是我们问的东西才能问到 所以你要用方法去抢一下那个 别干了 别干了 娘娘 你今年多大年纪 60多 60多 608 608哦 白族话是世界上最难懂的语言之一 就和他们听不懂话 为啥一个要附黑膜 一个要用白膜 这个膜为啥不用一个颜色的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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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顺利吗 好 我们好嘞 顺利吗 天哪 可能像对比我们 甚至说比我们还要不顺利 我就可以看到刚刚来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叫利拉书 他就是一直通过别 不搭离 那叔 你们自己有地吗 叔 您就是只管教学 还有割种 叔 这个是黑色的膜 我可以帮你教吗 说在忙 叔在忙 我现在有个疑问 你们在第五年的时候这个农户 有没有考虑的有努力 我 我对你用 他们的工作 要收集全部农户的信息 所以几乎每天他们都要在田地里 与农户们打交道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位同学 其实是我师妹 欢迎一下我们的朋友 欢迎 这位师妹叫焦点 焦点 这叫焦点啊 焦点房 要是山丸拍虚了就收窝去了 这位是你配影的 配影师妹 93年的 我看那个叔叔不是很打理你们 不太顺利 就一天可能有一两四十顺的 实际上都是耗时长且没有成效的那种 这个工作量相当的大 从 融资到收获 完全都是要记录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对照处 所有的对照都是农民现在怎么做 哦 我们记农民我们在做创新的 那这个创新的路子怎么找 还是来于他们的 我觉得这活还挺适合咱啥子 就扎进去就做采访 对啊 我觉得就是就跟人聊天 好像对我们来说是一件 但是我们很容易有问题 我们没有焦点 我们很容易我们三个人就开始聊到飞了 到最后去人家里吃了饭 今天我们就像这个同学收集器一样啊 收集了一大注入 一大注入 所以村民们其实大体上应该不知道你们的 最高的工作的意义 他们有一个概念 但是具体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他们其实是不太了解的 他们接受这些 有些会 有些还是 是不理解吧 对他们不能理解 就是其实我们的用的那个肥料 它的用量会比 他们直接用那种复合肥 用量会少一点 其实要低一点 他们就觉得你肥料使用少了 那肯定我的产量就低了 我真的钱就少了 可这个事它空口无凭啊 你们纯说 有示范田 有示范田 对 就是说等于他们这边抓你 就是做出来示范田 然后你们拿着这个示范的成果 去拿去去给那个农户去讲 如果他能理解了 他可以这样去做 如果有些人还是觉得不理解 觉得是一个冒险的行为 他可能就抵触这个事情 所以你见农户的时候是紧张吗 不会 因为去年我们来这第一次介绍 我说我是一个很射口的人 我的老师尽管帽老师说 你来到这儿就不能射口 我核心示范田 种得再好 没有用 我研究生种这块地 种得再漂亮 那不是他的真本事 真的 他的技术怎么样能让小农户用到 这才是我们最关键的 我们的价值是要服务小农户 因为他们是最需要技术支撑和帮助的 然而村民们 对不过与自己孩子年龄相近的学生们 并不总是信任 那你之后这种下需要打药吗 是不是要打药 打药 打药 打药我可以过来帮你吗 对 对 聊到地的问题 也会查开话题聊别的事情 看看小院的工作还是非常复杂 娘娘们会给你们讲什么故事呢 除了地是他们的孩子 因为他们的孩子和我们是比较同龄的吧 切入以后他就说他孩子在干嘛 然后就会有一些我们想知道的点 越问越多 越问越多 嗯 说的停不下来 对 其实他们的孩子不在家 基本上很多他们年轻人 村子里面年轻人都不在 对 尤其是看到那些比较年纪大的 和爸爸妈妈的相反 就会都会很亲切的 就觉得感觉和爸爸妈妈一样的相处 就会很舒服 就这样了 嘿嘿 嘿嘿 我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山西 因为山西也特别恋佳 其实每个地方人都恋佳 老师们平均在200天以上 学生都是330天左右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他一年都回去 可能就过了寒假 过年时候回去 所以我会很想我妈妈 我很想她 都说的是世界上学校那么好 但是有些会想到吗 那喜欢回去什么 想回去 但是你要把现在的工作先做好 有受不了走了吗 没有 一个能力 小院没有逃兵 她不能逃 因为她变成 因为她老百姓需要逃 她咋逃 包括他们会被当地的村民误解 就会被误解是我们是来推荐发肥的 是我们卖肥料的 但是我们说不是 是因为她们这儿真的需要一个更好的种植方式来带动她们发展 就希望她们像自己的家庭里面好 但是我还是想过一家 妈妈很想你 我已经回去给我做好吃的 我想对金老师说 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来到古山村客气小院 这个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我真的很幸运 上一次她还问我说 到现在你可能觉得你幸运 后面你就不觉得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我还是觉得我很幸运的 谢谢金老师 金可莫老师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 农业学术领域的大佬 也是古山村科技小院的带头人 平日都是和学生们住在一起 我们这边在暑假的时候 7月份的时候 会把我们的录取的研究生 要在村里面干45天 这45天你要干什么 我要给你放到农户家里 跟农户吃 住 这家农户是中菜 早晨3点钟要起来割菜 起菜5点钟你上来你也要跟着 她要真正的体验 农民之口 农民之间 我跟你说整个这个过程中没有不转变的 很多人像您刚才说 她那种我们看似麻木 是因为她不了解 虽然她对学生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不过她却说 其实啊 我刚才我给你讲的那些东西哈 其实 肯定没人敢提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请发个弹幕点个赞 告诉金老师你有在听吧 请大家给我们 点个赞吧 有一说一啊 刚才说是为了什么科研什么 但是现在我们其实更像是这个团里的范围组 为什么呢 现在团里有人新人结婚 但是他们年轻人少 那我们就是范围组 我们去唱去跳去rap 还是要去红盛上面去唱跳rap 主要还是惦记那个垃圾 这个呢对吧 对 今天好丰盛啊 看到这么多优秀又可爱的学生 也许有些人脑海中会突然闪过一个问题 那你觉得像那么多人 然后那么多聪明厉害的人 然后加到一个农村里面去解决一亩地 两亩地的问题 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吗 现在我们实验地可能就是几亩 但是我们解决的是 推广是几万亩的事情 是整个奴役的事情 我们这两年做的最多的是 要我们行政都征卖10%以上 像我们的核心之外 就是我们征卖30% 要我们的成本减少了1300块钱 也就是说它的成本一亩是1600 我们一亩是300 我给股商吃了 一共这两年一共增到1700万 17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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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名户的问题其实更突出 不过小名户都觉得我们的模式 都是用的比较好的话 我们在大规模的示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看起来好像应该解决小问题 对 但是它可以负责到大部分的想法 对 我们来这有一个一句话就是说 老百姓不赚到钱 我们的工作就是失败 那我觉得其实 最重要的 又不是最重要的吧 其实最需要技术 但是就没有办法得到技术的 就是我们的小农坡 就这样 这块有个这个东西 它就马上抽台要开花了 开花的它的品项就不好 所以就卖不出去了 对 有一年2块多一斤 2块多一斤 一亩地的话就2万多 今年呢 今年一亩地大概3000 有的时候卖不掉 3000卖不掉 像老百姓种植肥料投入可能在1700左右 然后农药的话大概要七八百块钱 所以这两个已经cover掉 这个全收入了 还不算地租老东西 对啊 对老百姓来说 可能就是他四个月投资了几万块钱的东西 他就眼睁睁地看着 就没了 我这么多 五条 全是你的 五条 一直到那 对 都是你种的 对 我的时间比较大 对 对 对 这种子的视频率是比较顽强的 我特别希望现在有一群年轻孩子能够从事农业 让农业变成一个有罪业有理想的罪业 不是说现在我是个农民 人家都看不起你 我爸爸是农民 觉得去地里做实验 就是实践下来会有一种可好的感觉 对 我刚看到你的手上是那个是啥呀 是口子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吗 不是啊 怎么咋了 因为我刚才没什么 没那种的 没那种的 你多大 二十四 二十四 我们被国家培养的人才到底是要培养什么样的 那种极致的这个救争利己主义的 不是我们要培养 我相信我们现在所有的小孩 他内心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那些 还是有那种赤子之心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优点 我去了美国 去了英国 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文化以后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强大的一点 他只是现在没有这个机会碰触和了解 在本科到英语生日间的有一种让我个人价居观上有一种奢华吧 因为我觉得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才 医疗要有环境污染要有人之灵 那农业也要有人做吧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的 为什么非得是你 为什么非得是你 不是我也是其他人 为什么不能是我 去看他地道有多深有多黑油有多少污染 我还能了解老百姓现在种植面临的问题 我还能提出一些解决措施 还能去帮他们提点意见 我特别开心 就是那种感觉 就像说 这辈子还能和多少人看日数啊 但是我和我实际是那种 就一起了 你可真是好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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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各种的结合 喜欢人能有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 希望他们能够 重新热爱这些地区 好 來三二一走 嗯 唉 回到这地方了 哈哈哈 你为什么在演绎呀 菲鱼大佬 请问你觉得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表现 可不可以 行不行 可以 可以 非常棒 说真话 咱不用节目效果 对真的非常棒 那你觉得我们就是介绍清楚 他们的过程吗 介绍了8% 90%吧 你看还是没介绍 还有10%的空间再来与我们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各位观众各位社员各位宝宝 你们get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多少 然后可以把这个 30% 40% 50% 打在弹幕上 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努力的空间 还有多少 因为现在我们正好在 在咱们古生村的许愿书下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许愿书下许个月 我们也许个月 希望这个科技小院的同学们 都有美好的未来 希望大家能够顺顺利利一切平安 希望他和他们 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好 谢谢 谢谢 祝大家天天开心呀 谢谢 感谢观看